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剑 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为了再介绍的是一部科幻短片,断网 早上好,女士们,先生们,直体人,机器人 月球基地刚刚发来消息 大约20分钟前,发生了太阳药斑 药斑出现在太阳迟道附近 播报员不紧不慢地说道 而金发男却不停地按着重新连接按钮 尽管一个机器女生一直在提醒她说无连接 请稍后再试 她显得非常的暴躁,可能是刚刚起床 金发男对着楼下喊道 米娅,断网了 尝试打24小时服务热线的也打不出去 这不是要人命吗 没网,还怎么活啊 金发男下楼寻找妻子米娅无果 只看见女儿艾比坐在沙发上,愉快地上网冲浪 还在订购最新的电磁脉冲扫描仪 对金发男的呼唤是不见 金发男气急败坏地说 我非得断了你的视神经不可 艾比这才无奈地问什么事 金发男显得很焦急 你妈在哪儿,断网了 上不了网,什么都干不了 哎,奇怪了 为什么你能上网 艾比正想回答 又再次被自己眼前的画面吸引了过去 金发男见艾比又不理自己非常生气 突然一个金发机器人莉拉走了过来 说米娅正在花园里享受日光浴 还叫金发男也去晒晒 金发男非常欣慰地说道 至少还有一个帮得上忙的女儿 金发男走到院子里 想让自己的智能手表开启防晒模式 才想起来断网什么都干不了 而由于太阳药斑扰乱了地球的磁场 成群的鸟找不着家在空中扑腾 金发男终于在泳池边找到了妻子米娅 她正惬意地晒着太阳 金发男焦急地说 断网啊,你怎么还躲在这里晒太阳 信用卡都不能用了 刚做完金,美容的妻子却慵懒地说 心爱的,一切正常,不用担心 才怪呢,不需费会出事的 客服电话根本就打不出去 看着妻子一脸闲适的模样 金发男更像个原妇了 突然妻子发现天空出现了奇异的景象 他们身边的电子设备全部瘫痪了 金发男的智能手表响起提示 无法连接服务器 您的一只器官,一颗心脏,一颗肝脏即将失效 血液循环开始放慢 同时女人开始剧烈地咳嗽 倒下了无法动弹 金发男指示机器人为妻子做心脏按压 自己则去拿急救针 房间里,女儿艾比也因为断网彻底失明了 机器人莉拉看着艾比说 她的一眼好像坏了 但金发男现在顾不了那么多 她得先救米娅 很快莉拉也因为断网停机了 金发男前去冰箱取急救针 然而冰箱也因为断网卡死机了 她只能用刀撬开 拿了急救针即将干往院子 此刻她的听觉系统也被关闭了 她亮亮强强地跑向米娅 给她进行急救 索性网络没过多久就恢复了正常 米娅也活了过来 新闻上请到了科技公司的老板 她正在感叹 幸好我的器官都是原装的 而这次的太阳药斑 导致了十几万人的上网 尤其是一致器官人群和机器人聚集的地方 至于财产损失方面 老板很快就打断了播报员的话 很抱歉 我不方便透露这方面的情况 这是一条广告插播了进来 更美丽更安全更优雅 Lila三号 保护性设计 最大限度保证使用安全 还有更漂亮的皮肤 还有多种肤色可选择 Lila 完美的伴侣 当人们越来越依赖科技 受到科技的反噬也会越来越严重 笑好 我应该活不到那个时候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慢慢变老 科幻之间给你看尽各种精彩科幻的影 小期见啦